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他们的经验 所以今天我做这个录评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这次分享会一共分了四块内容 第一个首先为同学分享了他们的申请材料 接下来做了他们的一些建议 第三个还有关于申请的一些他们的觉得注意事项 第四个就是提问和回答环节 首先是Rina同学的材料 Rina的SAT成绩是1520 然后他的GPA是平均分大概是94分 但是他是一个IB的学生 所以IB学生的话 他其实选的课程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就三门high level的课程 一个是英文 一个是历史 还有一个是物理 所以基本上能看到他文理都比较强 然后他在全年级大概120个学生里面 他是前五 大家知道在这边没有绝对的第一 但是只能说大致的排名 所以他肯定是在top前3% 4%的学生 他的课外活动呢 比较强的一个是写作 一个是辩论 还有一个是环境科学 他做的环保项目 带着一支队伍 负责了两个街区 做了好几年 他的奖项方面呢 美国的那个scholastic arts and writing 他是得了国家级的奖 然后斯坦福和哈佛的辩论 他都是得了奖的 然后他还出过书 在推荐性方面 他是有一个英语老师和一个物理老师 都给他出了推荐性 所以这方面你也可以看到 他是文理都比较强的 他的研究方向呢 是申请的呢 他是要英语文学和计算机 结合的交叉学科 最后呢 他是拿到了斯坦福的 找入的通知书 鲁星大的资料 基本上是这样的 他的SAT呢 是1530 然后他的GPA呢 大概是96分 平均分左右 然后在全年级也是 前4% 然后他的那个AP呢 一共考了十门 有AP统治 AP物理 AP英文语言 English Language 然后AP English Literature 英文文学 然后有宏观精致 微观精致 AP心理学 还有AP微指分 AB和BC 从这些科目上 你也能看到 他基本上也是文理精修 然后他的课外活动呢 有辩论 然后有那个 Cross Country的 长跑 然后 还有很多社区的 服务 社区服务 包括他做辩论老师 然后滑雪教练 他做辩论老师方面呢 他不仅仅是去 做了一个辩论老师 但是他去研究了这种 BC省的辩论的需求 和他辩论的供给 还专门做了一些研究的文章 然后他还谈到了 这个公平的提供社会服务 还有提供社会服务 有这个学校 学校在学术上面的一些奖项 然后有一些 单科的奖项 然后他的辩论也是在国家级的辩论得奖 他的推荐性呢 一个是数学老师 一个是法律和辩论老师 所以基本上也是文理都有 然后他学识的领域呢 是社会科学中的量化分析 这个是属于英文科学领域的 他本身是社会科学方面是很强的 但是他的数学也很好 所以他是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交叉学科的范畴 他最后是被达特茅斯 找路